今天要講那個等差數列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有提過數列了 如果你對數列有什麼問題 還是上個禮拜沒有聽到的幾個同學 請你們到網路上面去看 知道嗎 沒有 黎一軒 還有邱季鴻 沒有我 還有吳孟淳 沒有我 你上禮拜有來上課啊 在看這 好 你們呢 你們可以到網路上面去看 上級 下級主任還傳不上去 下級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傳不上去 該當啊 來 數列啊 你們可以去網路上面看知道嗎 前面有開場 那今天我們要正式進入到等差數列 等差數列喔 它有一個定義 各位同學請看黑板 主類先抄在黑板上 他說 如果 如果一個等差數列的首項是A1 那麼DN項 DN項怎麼寫呢 AN DN項會等於首項 再加上 N-1個公差 這個是等差數列的公式 學校都已經上了對不對 假如同學上怎麼樣 有上了齁 有沒有一點感覺了 學校聽著還是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等差數列上個禮拜有說嘛 上個禮拜有說 什麼樣的狀況它叫做等差數列 後項解前項 後面的那一個項目 解前面的那一個項目 比如說 有一個數列 這個數列呢 是A1 A2 A3 A4 A5 A6 等等 這是一個數列 這個數列是什麼數列呢 不知道 如果 第二項 剪掉第一項 第三項 剪掉第二項 第四項 剪掉第三項 如果 後面的這一項 剪掉前面的這一項 是相等的話 是相等 如果這樣子剪 剪完之後呢 它是相等的 都等於一個固定的一個數目字 我們把這個數目字呢 用一個符號來代表 豬 那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豬 把它叫做它的公差 那麼我們就叫它叫做等差數列 了解嗎 好 現在離家如 為什麼我們可以判斷這個數列 叫做等差數列 憑什麼 我們要怎麼說它叫做等差數列 就好像說 你要怎麼判斷我是一個女生 你看得出來我是女生嗎 一定有原因理由讓你覺得我是女生 不然你有看過我的身份證嗎 沒有對不對 那請問 你憑什麼知道我是女生 嗯 你有感覺我是女生 那一個數列出來 你要憑什麼知道它是等差數列 你說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你說它是不是等差數列 這個是不是等差數列 不是 不是 你說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等差數列 主政剛剛有說了 它是不是等差數列 你就用後項減前項 看有沒有項等 你就知道它是不是等差數列 你說 它的後項 第二項減掉第一項是多少 多少 一減一是多少 這是一 真的啊 謝謝 看不出來是一 那你覺得它下雨了嗎 好 很好 寫一 寫到學生看不出來是一 那你覺得我的一應該這樣子寫 那你們看出來是一 好 請問 這個是不是一個等差數 跟你說 嗯 不是吧 不是啊 還是 剛剛你為什麼說它不是 因為它斜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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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斗點 好 你現在我覺得我的斗點又有問題 好 你覺得我的斗點點的不像斗點 你說 它是不是等差數列 後面這一個 減掉這一個 等於多少 它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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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零對不對 它就是等差數列 我還要再玩一次 看齁 一 零 一 如 一 欸 這樣子你看得出來是數目字嗎 完了這樣放在那個 YouTube上去 人家以為我上 我上的是資源 怎麼辦 來看看 這個是不是等差數列 是還是不是 是 是 你都不判斷 你把我身邊說看就像 就看就像 0減1嗎 蛤 0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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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減0 1 0減1 1減1 1減0 0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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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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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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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齁 是齁 來 各位同學 怎麼判斷它是等差數列 你就後面的那一項 剪掉前面的那一項 它就是 如果都相等的話 那麼它就是等差數列 好 這裡是等差數列的基本公式 A1是首項 那麼有一個數目字呢 叫做豬 這個豬呢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呢 叫做公差 公差是怎麼剪來的啊 公差是第二項 剪掉第一項 第三項剪掉第二項 只要後面的剪掉前面的那一項 它就是公差 剛剛啊 只是要跟你們講一下 例題 因為呢 要稍微介紹一下等差數列 所以我就稍微就 如果 如果有一個等差數列的首項是 有一個首項是4 它的公差是3 好 那麼它的第15項是多少 各位同學 來這題喔 首項是4 公差是3 請問 第15項是多少 第15個是多少 那個同學 你看喔 他說第一個是4 公差是3 意思代表第二項是7 再加3 10 再加3 13 再加3 16 再加3 19 再加3 是22 請問 第15個是多少 50 你為什麼說它是50 就 不能隨便亂說呢 有一層啊 蛤 有一層 有一層 你有履層 你有履層 你說是50 是不是 好 我們看它是不是50 首項 再加上 N是代表第15項 比15項少一項是14 乘以3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然後呢 4再加上 42 不是50 是46 你剛剛怎麼乘的 12 蛤 好 那個 那 不要 不要用心算 盡量用手去寫 手要動一下 然後手在動的時候 盡量用千 就比較不會出錯 好 這裡 這裡呢 我們就求到第15項 是46 接下來 我要反過來問 如果有一個等差數列的 第15項 是46 我們這裡有 公差 公差 是3 那麼 首項是多少 題目一模一樣 題目一模一樣 看 有一個等差數列 第15項是46 我們這裡是不是有求到 第15項是46 當然啦 我已經 我們已經知道 首項是4 對不對 首項是4 要怎麼算出來 同學 我告訴你 你就靠這個公式 就可以寫出來 就靠 就靠那個公式 那個公式 那個公式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這裡 第15項 首項 N-1 公差 對不對 我們從這個地方寫就好了 我把這個地方擦掉 來 第15項 是46 首項如果不知道 首項 看到嗎 來 第15項 少一項 14乘以3 來 同學這樣有沒有看到一個式子 46等於A1 再加上14加14乘以3 看到沒有 14乘以3搬過來 是不是就可以求到首項 對不對 來 46 減掉42 就會等於A1 所以A1呢 就會等於4 好 有了解 等差中項 來 什麼叫做等差中項 等差中項 等差中項的說法是說 如果 有三個項目 A B C 三個項目 這三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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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等差數列 它是一個等差數列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這是一個等差數列 這個等差數列 有三個 有沒有看到最中間的那一個 最中間的是誰 B 有沒有看到最中間的這個是B 這個B就叫做等差中項 等差數列裡面的最中間的這個叫做等差中項 中間的這個項目 我這樣子 那等差中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你看喔 等差中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首項如果是A 第二項是不是A1 A再加上一個公差 第三項是不是A1再加上兩個公差 中間的這個項目 中間的項目 會等於前面的跟後面這個兩個相加之後呢 除以2 為什麼 你看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中間項 有沒有看到這是中間項 來舉例來說明 中間項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比如說啊 5 AX 跟9 這個是一個等差數列 這是一個等差數列 請問AX等於多少 這就是一個中間項 知道嗎 等差中項 AX怎麼求 AX是多少 來 這兩個相加 5加9 除以2 14 除以2 所以它是7 5跟9的中間 是不是7 是齁 我們不要 是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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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